老子有言,大智若愚,意思是,表现的愚笨之人,并不一定就是真的愚笨,有可能是有大智慧的人,在封建王朝历史中,我们深知天界无情,为了那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,皇家子弟的手段层出不穷,在这样的情形下,就算毫无争夺之心,如何保全性命,保住自己乃至后代子孙的荣华富贵,可是一大难题。 对于这个问题,便不得不提及红咒,红咒乃雍正弟第五子,为了不具威胁性,在他人眼中,选择装疯卖傻一法,成功地让自己不被众多兄弟放在眼中。 在其他皇子相继没有好下场时,他不仅保全自身的利益,更是让子孙后代都受到庇佑。 大家好,欢迎订阅巧看史记。 雍正之下,有三个可争夺皇位的皇子,三贝勒红石,宝亲王红利,和五贝勒红咒,身份的悬殊,其实就已经宣告了皇位继承人,自不量力的红石,在八爷的怂恿和鼓吹下,靠阴毒的刺杀红利而上位,不仅未成功,还被雍正秘密处死,而红咒,自始至终,从不然止,因为他看得透透的,他看透了皇位的本质,雍正在位十三年,也是呕心沥血的十三年。 雍正酒后向乔尹帝诉说他的帝王生活,朕每天四更起身,做事要做到子时,胡乱睡一两个时辰,还常常半道里惊醒,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,朕每天批的奏章,最多有一万多字,最少也得五,六千字,每天还要接见众成功,有时候连着就是十几起,朕这是为什么? 为什么呀?雍正的生活里,充满着各种熬夜批奏折,各种历经图治推心症,和各个不甘心兄弟们的诽谤,和处处对斋干,皇位给他的是权力,是重担,更是逐渐游进灯窟的身体,但有的人只看到了雍正表面为地的殊荣, 却从来没打心底,去体会他心中的苦与泪,但这个苦,红咒深有体会,尤其是雍正被八爷和其主王爷提出八王义政时,他被直接暴击,因对各其主错误传达了雍正整顿奇物的旨意,八爷党趁机逼宫,雍正狠狠打了红咒一巴掌,更重要的是,红咒直面地看到了雍正被逼迫和为难到吐血的窘境,也看到了各个心怀不轨,处处与雍正作对,而毫无君臣之理的算计, 八王义政风波,当雍正感叹,仅有他掌过灯的状元王文昭和军机大臣张廷玉出面维护,而其他文武百官皆文思不动,而深感心寒时,站在一旁的红石一脸无所动容,但红咒却是抽掖着鼻子尽显悲伤,他看尽了心,更看清了皇权的本质,所谓皇上,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,也同样担着天下最大的责任和不理解,他的眼泪是一种宣泄,更是一种心中已了然的事物, 他看透了雍正的心思,其实,皇位到底传给谁,皆在在位皇帝的权衡和一念之间,而红历,康熙还在时,就对他格外偏爱,而雍正更是对他认可有加,可以说,整个朝堂,乃至红石,红咒都十分了然,红历就是下一任皇帝的不二人选,红石明知却不死心,死时还在质问雍正的不公平, 而红咒也明知,但他看懂了雍正必保红历的心思,八王义正和红咒的活出桑事件之后,雍正找红咒问话,并对红咒进行了了一次别有用心的试探,雍正拿出月中旗上奏的一个湖南人,劝他造反并罗列雍正十条罪状的奏折给红咒看,红咒当下表示,对这些风话不屑一看, 我觉得,这份奏折,但凡红咒去接,其实就暗示了他心底对奏折的认可,他当下的拒绝就是在第一时间给了雍正最大程度的信任,我更深觉这份奏折也是试探红咒夺嫡之心的工具,不管奏折所作合适,红咒的说和不说在一定程度上,其实彰显了他参政与不参政的野心,对于红咒来说,雍正将河南罢考和一些重大的国士交给红历去办,他不会不懂雍正的心思, 而正因为懂红历的众望所归,更懂雍正的心底所想,他藏而不争,红咒,他从雍正帝王之路的艰难,骂名和偶心立血里看到了当皇帝的责任和担子,他看透了皇位之争,不过是雍正的一人之言和与红历不可与之相争的事实,皇帝是苦差事,皇位又不可得,不当不争,才是最通透的选择,八爷被抄家后,对摘来抄家的红石说了这么一段话,要说灵透,你们兄弟三人, 中,应手推红咒,你们兄弟三个在一起读书,红咒是最不用功的一个,可哪一次背书,他不是倒背如流,他做了那么多荒诞不惊的事情,可哪一件是违背家法组织的? 他是变着法子,与光同尘啊,以不用功和荒诞不惊为表象,以倒背如流和不违背家法组织为真相,红咒,是极为伪装的人,伪装自己的无能,红石积极又暗藏心机地,向雍正进言邀个其主王爷进京整顿其物, 为雍正分牢,而红咒却说他没有三哥红石的心思,也没有四哥红利的办事能力,就是身子骨好,想把雍正的病传到自己身上,为雍正分忧,红咒奉命参加八王义政的朝义,面对十三爷的询问,他说他什么都不懂,只是来瞧瞧热闹,雍正试探他的夺敌之心。 他说他百无一用,没有实力和能力去争,红咒,无时无刻不再给自己竖一个孝顺和无能的标签,孝顺的雍正的父亲心,无能得雍正的帝王心,两者皆得,他给自己留了一条最好的路,伪装自己的争处之心,十三爷临终时向雍正建议,提防夺敌教训。 并告诉雍正红咒没心思,但愿红十不会,八爷被抄家时,他鼓吹红十夺敌,并分析,红十最大的竞争者是红历并非红咒你无需担心红咒,他不像你皇爷爷,也不像你皇阿玛,说道像,他倒真有点像你皇太爷氏组装皇帝,他知道当皇帝是苦差事,平安做个王爷是真正的福分,所以,他不会和你争,朝中最主要的两个阵营,几乎可囊括整个朝野, 且都认定红咒没有争处之心,可想而知,红咒无心做皇帝的样子,做得有多成功? 红咒真的无能,其实,当红咒传错圣旨,被红十当了枪后,回去的路上,他就想得明明白白,并在八王义政前,就特意等十三爷并如实相告,成了八爷口中的那一成天算,他并不无能,红咒不想当皇帝,其实,极少有皇子不愿意当皇帝,只是有的人想当,放在了名面上,不惜以死相不。 有的人放在了心底,掩藏真心,以不争世人,任凭欲望相争,我只悄然等待,伪装是无奈的自保,对于红咒来说,皇帝之于他,能得,适性,不得,也认命,身在权力的漩涡中心。 要想的善终,必步步为营,处处小心,而红咒,身懂自保,他的懂,在两点,会说,在八王义政这件事上,充分展现了红咒的心机和会说,八王义政之前,他特意等十三爷并告知京城的丰台大营,和西山瑞剑营的防务,与各其共管了。 八王义政之时,有些招架不住,又担心十三爷被八爷控制的雍正一再问红咒十三爷真正的去向,而红咒也是一再以十三爷告诉他的看太医禀报雍正。 八王义政之后,雍正找红咒谈话了解事件真相,红咒如实告诉雍正他在各旗主面前只传达了整理防务,而并没有传递共同整理的旨意。 而后雍正问他当时红利说了什么,红咒想了想只说,而沉寂不清三哥说什么话了,他好像没说什么,在他的话里,我看到这三点,他告诉十三爷实情,让十三爷在最关键的兵上提前瓦解了八爷党的谋划,为整个八王义政最终八爷败雍正胜的结局走了最关键的一步。 红咒明明知道十三爷是知晓了共同整顿防务,才匆匆离开的,也明明知道十三爷掌握兵部大权,但他并没有如实告诉雍正十三爷已经知道的事实,稳住了八爷党。 也为十三爷夺权争取了更多时间,面对雍正询问,他并没有对红石落井下石,避免了在雍正面前落下兄弟相残的不良之心,尤其是他说得好像没说什么,既给自己树立了不嚼兄弟舌根的好名头,又在有些看似隐晦的答案里,给了雍正最明确也最智慧的回答,说完这句。 雍正心里,其实已经跟明镜一般,红咒,他懂得什么时候该说什么,不该说什么,更懂得什么不该说,分清场合,懂得权衡,看清实态而决定自己说什么,不说什么,才是真正大智慧,会做,红咒的会做,除了他从不参与党争,也从不站队任何权贵之外的,非活出丧不可,他为什么宁可办场丧事也不愿意抄家? 其实他有两种算计,一是八爷党一派根基极深,与印真争,与雍正斗,八爷印四有他自身的能力,更有他盘根错节的党羽和势力,抄自己叔叔家,既在名上没博得一个好名声,也更在暗地里,触犯了还尚在的八爷一党的根基,里外都不讨好,雍正可以为不让红利卷进去,而提前安排红利到江南李渭那里,既体恤民情又得百姓好感,而红咒只得自己给自己做最好的, 以荒诞地活出丧,明哲保身,二是雍正和红利事后问罪,要明白的是,所谓抄家,抄得不仅仅是财产,更有一些书信往来等等,所以,红十在抄家时,特意交代下属们,但凡抄到书信,一定要及时上交,不能偷看一个字,这些书信,可以说,就是一些见不得光的阴暗面和隐私面。 这里面不乏雍正和红利一些不为人知的另一见面,知道的越多,其实也就越危险,不掺和,是当下也是为将来考虑的最好的路,其实,做什么不如不做什么,不做什么,不如在本质问题之外,胡作非为一些,不做什么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自保,而胡作非为,却是一种藏着心机和算计的自保。 红十,什么该说与不该说,什么该做与不该做,他都心知肚明,更重要的是,他给自己圈一块荒诞不惊的天地胡乱作为,以荒唐却又不违背组织,更不触犯和危及皇权去说何去做。 他活得自成一方天地,雍正王朝里,红十与红皱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命运,红十明知不可为,却拼死一搏,最终惨死,红皱明知不可为而只待之,并拿出格和荒唐作为自己的保护色而得了最好的果,红皱,从雍正身上,他深刻体会了当皇帝的苦和泪,更看懂了雍正传位给红利的决心,他伪装成一个孝顺雍正,对皇位没有觊觎之心,更伪装成一个与道士鬼混。 而不与官员交往的让雍正顺心和放心的乖乖模样,更是在各种试探和算计里,以他的能说,会做给他自己留了一条最好的善终之路,而往往这种绝处逢生的人,都有你想象不到的智慧和能力,其实红皱,才是隐藏最深的狠角色。 康熙重选太子,十三爷劝四爷争当太子,乌思道对信心不足的四爷说,争是不争,不争是争。 福为不争,天下莫能与之争,雍正干时事而不争,红皱荒诞不惊而不争,雍正不争得了皇位,红皱不争得了最好的善终,不争确实是争,争了各自最想要的果,如此而已。 。